五名年轻人 头戴铁桶改造的机关装置 被囚禁在一间密室 随着倒计时结束 几人被同事惊醒 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身处险境 头上铁桶连接着一条铁链 另一头则是一面锋利的电锯墙 头顶处传来广播声讲述游戏规则 想要活命必须献出自己的鲜血 才能顺利通关 失败者将被割成碎片 随着划落铁链开始收紧 大家拼命抓住铁链 不让自己靠近电锯 主动将手臂伸向巨片 就在鲜血喷出铜时 巨片果真停止转动 其他人见状纷纷效仿 顺利脱离危险 但旁边的男人却没有那么幸运 因惊吓过度再次晕爵 最终被拖出房间 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幸存四人则随着铁链收紧 进入下一间密室 身后铁门随之关闭 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悬疑片 电锯惊魂8 城市中心公园里 一具头戴铁桶的尸体 被吊挂在大桥下 警方接到报案立即赶来 将受害者送去试检 结果在其身体上发现拼图符号 由此断定凶手模仿数据手法犯案 解剖过程中 又在被害者身体内找到优盘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里面竟传出数据的声音 难道这起案件背后 还有更大阴谋 紧急展开调查 希望能追踪凶手行踪 避免更多惨剧发生 另一边的密室内 面具小丑骑着自行车前来 脖子上挂着写有忏悔的纸片 紧接着铁链迅速收缩 四人惊慌失措 赶紧忏悔自己做过的错事 可即使这样 也没有让回收铁链停下来 正拼死抵抗的小黑 发现小丑身上的录音机 一把拽下来机关停止 暂时喘口气同时也发现 机关另一头连接天花板 再次开启 绝对将几人变成风干腊肉 为了活下来 决定先听听录音机是否有线索提示 突然胡子哥眼前落下 三只装着液体的针管 上面标着一串奇怪数字 原来在他们四人中 有人抢劫过一个哮喘病人 对方在追赶时发病 急救药就在胯包里 可抢劫犯却选择无视 带着贵重物品淘之夭夭 而三只针管中只有一份解药 其余两只含有高浓度硫酸 短发妹听完故事后明显不安 因为药剂上的数字 正是当初抢劫的现金数额 胡子哥看出一场 将三只针管递到他面前 短发女虽然心虚 却不敢用生命去验证哪个是解药 这时铁链开始收紧 几人被吊在半空摇晃 求生欲望驱使下 胡子哥只能先下手为强 三根针管全部插在短发妹脖子上 枷锁终于被打开 短发女却因硫酸注入体内 蹊跷流血领和合范 尽管此做法遭有违人道 但眼下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的时候 剩余三人必须想办法离开 小黑根据针管上的数字 破解出通往下一关的密码 进入另一间密室 胡子哥情绪已经临近崩溃 不愿再遵守这些狗屁规则 试图强行冲开一条生路 可就在他砸门时踩空地板 暗藏机关里弹出钢丝 将一只脚套在其中 后悔已经无济于事 长发女掰开地板 发现下面有一套滑轮装置 旁边还有操作杆 小黑则发现新录音 破坏规则者必须遭到惩罚 拉动操作杆可以恢复自由 代价是失去一条腿 两人不能为胡子哥做决定 只能将他留在原地 继续寻找其他线索 希望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 就在死神打盹时 警方已经确认公园受害者身份 根据法医提交资料得知 司机生前贪恋赌博 欠下大额高利贷 妻子因此被杀害 奥尔兰警探反复研究录音 确定是数据的声音 并从中得知 还有其他受害者正在接受生死考验 但游戏地点仍是谜题 很快警方发现另一名女性受害者 体内遭到硫酸腐蚀直通心脏 身上同样出现拼图标记 还是数据的手法 法医的女助理提到她时 竟表现出难掩的兴奋 这引起警员迈克注意 怀疑种子立即生根发芽 通过调查果然有惊人发现 自从数据死后 有人建立暗网 一个名为数据游戏规则的网站 引起众多电剧迷浏览 女助理就是狂热追捧者之一 难道警局内部又出现了内鬼 更令人奇怪的是 他们在受害者的指甲上发现了 数据的血液 奥尔兰和迈克对此感到困惑 以死之人在这场游戏中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 密室内长发妹和小黑正打开谷仓门 吊挂着遥控器引起注意 拿下瞬间触发机关 谷仓门迅速被锁上 两人设法离开时 绑匪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揭露两人谎言同时 给出解决困境的办法 想要逃离谷仓 只能依靠外面的胡子哥 只有他牺牲自己一条腿 才能拉动操作赶开门 宣布规则后 胡子哥也在脚下发现电视机 屏幕切换双方视角 紧接着谷仓上方向里面灌溉谷物 两人急切地向胡子哥求救 但面临失去一条腿换取他人性命 胡子哥内心还在挣扎中 不久两人即将被掩埋 谷物灌溉停止后 各种致命农具开始掉落 面对这一情况 两人被彻底下尿 很快一把尖刀扎进小黑肩膀 长发妹也差点被剧片送走 胡子哥多次尝试 如何都无法摆脱束缚 终于意识到不舍腿就得舍命 不如狠下心让三人都解脱 想到此立即拉动操作感 随着机械启动 腿瞬间被钢丝切割 同时也打开了骨仓门 三人都捡回一条命 助理向法医坦白 自己确实是数据的追捧者 却没有做过伤害他人的事 并带他参观了收藏的机械装置 不成想两人一举一动 都被尾随而来的麦克拍下照片 下一关密室里 长发妹简单为胡子哥处理伤口 由于疼痛难忍还是昏死过去 小黑身后的浓用车辆起灯光 在里面发现新路机 就在按下播放键瞬间 启动另一个机关 套索将它吊在半空 录音局也说明原有 飙车事故死亡的少年 正是绑匪的侄子 这次他同样要受到摩托车改装机关惩罚 想要活下来 必须拿到下面的刹车器 不过旋转的脚盘 操作不慎会要了面 随着脚盘转动 小黑被逐渐下放 长发妹意识到危险 暗厅不久铁棍就被折断 眨眼间小黑就被去皮 胡子哥被惨叫声惊醒 眼前一幕吓跑三魂气魄 长发妹为了逃离这里 回到上一个密室 强行撬开封闭的门 就在半个身躯探到外面时 猪头人再次出现 对着他的脖梗就是一针 警方为了调查 该案是不是数据所为 不得已挖开他的棺木 里面躺着的却是另一场游戏受害人 迈克为此更加怀疑助理 带人直奔他的收藏室 不过并没有找到有用线索 奥尔兰无意中发现一个暗门 小黑的残骸从里面掉出 上面附有纸条还剩两个 警方意识到 受害者还有两人幸存 迈克和奥尔兰决定分头行动 由迈克负责抓捕法医和助理 当他心事动众赶到 法医并没有反抗意思 声称自己和助理什么也没做 一切都是奥尔兰栽赃 为了证明自己 两人来到解剖室 从一名受害者身上提取出子弹 型号与奥尔兰使用的枪型一致 迈克见到铁证 立即调转枪口去抓奥尔兰 法医则洗清嫌疑回家 进门就看见助理 对方已经查到游戏地址 却因内鬼未出不肯告诉警方 两人完全可以做 救人于水火的天使 迈克赶到奥尔兰家里 果然找到人皮拼图 内鬼身份就此坐实 立即发布抓捕练 密室里长发妹和胡子哥醒来 发现脚又被靠了起来 久违的数据又出现在屏幕中 他说出惩罚两人原因 胡子哥曾引发一场车祸 事后为了推则嫁祸给朋友 长发妹则产后抑郁 无法忍受孩子哭闹将其无死 并将责任归咎于醉酒账品 面前这把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也是通往自由的钥匙 说完便离开了 长发妹最先想到 两人中只有一人能活 她不想把机会留给别人 抢先一步开了枪 可结局与幻想不同枪炸了糖 原来数据早就在枪上做了手脚 开索钥匙就藏在枪里面 被破坏说明自己也难逃一死 与此同时女助理带着法医来到农场 果真发现摩托车机关 如此准确不得不让法医怀疑 助理才是那个内鬼 两人正对峙时 奥尔兰突然出现在身后 打算控制法医却遭到反击 助理趁机逃离 奥尔兰好不容易制服法医 转身去追助理时 被神秘人偷袭眼前一黑 再醒来自己和法医都被锁住脖子 两人中间是一个按钮装置 广播提醒 他们才是最后的游戏者 脖子上的激光切割武器 一旦启动 将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 唯一逃离方法就是忏悔 60秒后游戏即将开始 奥尔兰抢先出手 却按下法医的按钮 随着激光启动即将包裹脑袋 法医赶紧说出曾经犯过的错 当年作为实习生的他 搞错了数据的X光片 导致其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道歉的话还算诚恳 但没有躲过制裁 血浆一鼓鼓喷出当场死亡 奥尔兰庆幸自己赢了 哪只面具激光还是笼罩过来 他赶紧承认自己利用植物质变 收受贿赂坑害无辜制人丧命 激光武器停了下来 就在他以为逃过一劫时 最大反转来了 本该死去的法医醒来 摘下脖子上激光装置 才知道他身上血迹都是红墨水 开口说出真相 这场密室游戏曾发生过 当时法医也是受害者之一 因为弄混了数据的X光片被抓 原来他就是第一关被吓晕的男人 数据见其这副耸样选择原谅 十年时间匆匆而过 法医找到三名犯下同样错误的人 上演一场时空交错 完全是为了复仇 最开始发现的受害者 入室抢劫杀了法医妻子 入狱后买通奥尔兰逍遥法外 法医通过对数据录音剪辑 再窃取数据血液样本 涂抹在受害者指甲内蒙骗警方 解剖室更换了铜型号子弹 人体拼图放入奥尔兰家中 完美的栽赃就此完成 助理的存在能为法医提供不在场证明 随着按下手中遥控 奥尔兰的脑袋被激光切成碎片 这部电影叫电剧惊魂8 上映于2017年 看过本片之后会发现 它和一到七部联系非常小 人物也都是新面孔 没看过之前几部也能看懂 就是时间线略有点让人迷惑 估计制片方也不想迷惑观众 所以特地改了片名 不管怎么样 相隔七年经典在线屏幕 虽没有达到心中的期望 但是惊喜程度足够了 点击关注第九部还在继续